第22季第2集 玩具TV第22季第2集 剛才玩完一大輪變形金剛 整個新課大家玩一下 好像昨天才推出 Youtaramon-Liboud Reboot 手上這盒是昨天有位師兄買了 但不適合她的QC 我就一元一斤幾斤了回來 什麼人來的? 怎麼搞的啊? 葉子官 很醃尖的 我看完全沒有問題 真麻煩 這個蒙面超人以前 這個超人以前比較 攝氏名度比較低 最近好像是紅了 本身其實如果在馬來西亞來說 她是非常出名的 因為利布特本身出場 是在馬來西亞那裡誕生的 一套動畫 沒錯 動畫 動畫 然後才在New Generation裡面 再重新出場 嘩!厲害抽到無論 等一下 因為我不認識 我想問清楚一點 她的動畫是日本動畫 是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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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說多一點 又錯請跟正 因為 其實Youtaramon-Liboud Reboot 在東南亞 都很受歡迎 泰國那些都很棒 曾經說阿鄭這件 拍電影版 已經拍了 不過又上不到 好 但是 坦白說 跟泰國鬧了 大家都知道那件事 結果 就賣了去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 有很多 很多Youtaramon 粉絲 所以 就有利布特 這個Youtaramon出現 好了 打開裡面 看到今次的部片 首映非常多 應該有六對 還有主題 就是利布特的主題 就是利布特盾 就是利布特盾 他的名字 就是利布特盾 不錯 這個叫利布特盾 當然 這個叫利布特盾 你們不用想得這麼複雜 這是光學武器 還有 你見到 其實本身 無論外形也好 或者利布特的武術也好 都是充滿馬來西亞特色 這件事很重要 有時候覺得 為何一直這麼短 我不這麼短 這個 這是特色 跟回本身的特色 或者穿皮肚的造型 其實我是買的 你先說是動畫還是特色 先有3D動畫 再有特色 但特色就是日本特色 新年代開始出場 嘩 簡直是嘩 想不到在設定上 利布特也真的很強 他一出場 已經可以 攻陷到不少很強的怪獸 甚至是一些很出名的外星人 ZERO都打不贏 他都可以打成平手 神經病 鏡頭有點高炒 所以顯得他零射腳短 可能Digwin可以抬高 讓大家拍攝水平角度 即是打斜一點 對 因為現在鏡頭上 就覺得他零射 好像身長腳短 其實就沒那麼誇張 其實是漂亮的 整個外型和形狀都很漂亮 另外 右手邊的組件 即是左右手 本身的位置都用透明組件做 很帥 一定 搞不定 很漂亮 前臂的護甲也是透明組件 其實兩邊都是不同的寶石 一邊就變成擴散軍 另一邊就是尼寶特盾 變成攻防合一 想問多一點 這隻公仔 在馬來西亞是多少年前 沒有記錯 2014 有錯請更正 以前那些銀彈出來 沒有那麼多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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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多護盾 這隻有很多武器 對 真的 對 而且他在故事中 亦都被尼寶特盾 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真的沒有特別記 尼寶特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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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特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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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寶特盾 所以 亦有一個很漂亮的特效件 所以純粹說玩鹹蛋超人來說 他的工具是很足夠的 有些叫紋身超人 紋身那個就厲害了 我極度等待他出SHF 因為這傢伙又是瘋的 如果大家有看《Galaxy Fight》 這個角色設定真厲害 真是第一個史上有紋身的 雖然他不是這個M48星雲人 但是自己看下去了 我還是不繼續說 對呀 挺有型的 你看看 喂 這樣才是打 對呀 這樣才是打怪獸 例如說Neo那些就雙折君 阿香那些就拿著長矛 怪獸那麼難打 你看看這隻 又有盾又有矛 這樣才是好打的 怪獸好像病毒一樣升級 還有他的對手一開球 就已經是阿布索努特 阿布索努特是一個很強的 基本上跟M78星雲人 是同等的存在 阿布索努特一打是 ZERO那時已經穿著時空盔甲 都要被他打出來 是金色的 是呀 他跟他打成平手 他本身用的武術 都是馬來西亞武術直拉 整件事是很馬來西亞感覺的 如果大家有追尋這個 Youton One Trigger 本身他變了人間體的時候 他有一件衣服都是馬來西亞的民族服裝 是呀 這不是挺有趣的 有些補充阿香也有盾 是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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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當然重點是 大家如果有追尋新世代或是Galaxy Fight 你會特別容易愛上他 當然大家有看Trigger的話 雖然Ribbit也不是參與了很多集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兩集左右 但都非常搶鏡 這樣看 肩膀好像有兩個透明 好像有兩個透明波波 那些燈光問題 真的很漂亮 雖然我沒有看 但也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他的體態很好 很有人 而且我覺得他的腳跟有灰色 也很漂亮 這個顏色會撞得很特別 現在我們可以換胸口燈嗎 可以 不過會不會很危險 他沒有 Leo那隻是很差的 但這個應該沒有大問題 因為很細小 都很危險 小心地板精靈 但這個胸口燈是粉紅色 嘟嘟嘟 都漂亮 重點多個句 剛才突然說有紋身的 那個鹹奶超雲 應該這一部分 Galaxy Fight 都會挺激烈的 打得 我都非常期待 追這套 我很喜歡他的底褲和腰中間 不會有很大的胸隙 但又保留到可動性 如果SHF Ironman 可以做到這樣 體態會漂亮很多 但其實要說鹹蛋超雲 這個體態也很漂亮 對 這個做得很漂亮 是 那條腰很順 雖然底褲是有拆件 但是很順 現在一般市價是300美 想回 真的不知道 因為剛才我去某一間玩具店 剛才臨上來之前看 我去得花喉 我有一些糟糕的感覺 有觀眾已經說了 比德哥說一說 明天見面就升多50 那麼糟糕 那麼少 那麼少 我告訴大家 你雖然縱使是open window 但是本身就著反光 或者其他位置 有一些花了的位置 你是不會看到的 所以 捉均好運 他手的透明件很容易飛出來 是啊 那方法可以強化一點 貼死他 沒有問題 貼死他 因為他不需要拆出來 但是會無法嗎 你其實點一下 在那個位置 其實就真的不覺得 少少就可以了 沒有錯 我拿牙籤遮瑕了 我先去買個四鍋 拋一個拐手 敵我的拐手 幸好不是那些拉帶 否則你中了那些 尖尖角角的 其實本身 李布特他不算很多光線技 他主要都是靠格鬥技 所以為什麼他靈靈石石會有支矛 和盾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 他都叫做有一招 大家一定會看到的必殺技 就是 這個 Galacium Blaster 因為我少玩銀彈超人 這個特效件好像有些珍珠色 也有些 挺漂亮的 你會看到 邊緣會用了粉藍色 中間就會 略情灰色 所以在效果來說 是很棒的 另外你會看到 手臂和小腿 都是用了藍色的透明件 所以整隻李布特 在SHF的鹹蛋超人來說 我個人是挺推介的 你真是好過那些 含家祥 雲限那些 我真是哭得一句句 看到一拆開那個盒 然後就爆粗了 這隻我起碼沒有爆粗 花就花硬了 但就不會太過份了 可能現在在螢光幕看 就好像很實色 但現場看也有些透明感 是的 如果大家在螢光幕看 沒有那麼透 但其實實物的 transparency的感覺會更高一點 是的 那個透明感好像有些玉 好像光在一邊 最過癮的是 在前臂和小腿的透明件 實物會更加透一點 剛剛Digba的手就遮住了 有觀眾問 怎樣看Marvel Legends的Spider-Man 開始會變成盲俠 盲俠 因為沒有Windows 但你會知道自己在賣什麼 是的 但你檢查不到任何東西 打個比喻 剛剛出了一些官圖 我個人也挺有興趣的 Marvel Legends 就是 肥仔 NEC 和這個年輕版的Peter Parker 盲俠 你放心 九成九會有射尼眼和鬥雞眼 我講的 SHF會出一二代蜘蛛盒 即是 第一套和第二套 劇場版 都拭目以待 反而那段時間 SHF真的沒有出過Spider-Man 所以 你講的是Sony的蜘蛛盒 是的 是呀 食主 不是呀 我之前那一套是Magfax 好像是Magfax Magfax有出的 肯定 會不會有演員的樣子 還是只有頭盜的樣子 未知 未公佈 我們越說越遠了 鏡頭後才說 是的 鏡頭後才說 沒錯 1比12 就算不太適合 多一句 我個人來說是蠻喜歡這一套 李寶特 值得推介 跟機更開心 好 稍後再見 拜拜 好 接著到 郭卡 你和巴人一起調十二吋 是軍事 厲害 是軍事 我在旁邊 三個 你先放在中間 我差一鍵 我差一鍵 10 還有聲箭 我可以一跑過 聽說聲箭 因為想帶出這個 好